西元1907年,英国考古学者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长城的峰岁下方,发现了一组西近末年的速特文信件。 这是居住在梁州,也就是现今五威的速特商人写给家乡萨玛尔汉长官的书信。 信中谈到,这些以梁州为大本营的速特商团,活动的范围东到洛阳,西到敦煌,经营中国丝绸等商品的长途贩卖。 此后的四百多年,速特人来往中国络绎不绝,到了唐朝达到鼎盛。 波斯的生活文化也引进中国地区,弹琵琶和葡萄酒,跳湖旋舞,睡高大的湖床。 湖汉交融的景象在长安或是洛阳的酒寺经常上演。 在玄奘大师抵达速特地区,眼中所见的正是这一番繁荣景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玄奘法师离开塔什干之后,继续下了西行。 不知是否因为循着水流前进,使法师迷失了方向。 走进了乌兹别赫斯坦西北方的克吉尔库姆沙漠。 宽有五百公里的大沙漠被世人认为是动物绝不可能通过的天然屏障。 迷失的玄奘法师,在漫天沙尘中,水草绝无,遗骨却不却一如,犹如死亡之城。 然而,沿路数不尽的遗骸,犹如指点迷津的菩萨。 玄奘法师借此一路判断着克星的方向,朝着远方的大山慢慢前进。 如此恶劣的沙漠地形,自古以来阻绝了许多商旅和野心家的穿越。 却有一位军事家,靠着铁打的意志征服了他。 那就是十三世纪处的军事家陈吉思汗。 他在知名的花拉子魔战役中,轻率五万蒙古骑兵出征。 迂回行军,从渺无人烟的地点渡过席尔河之后,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通过了克吉尔库姆沙漠, 出现在阿姆河下游地区,与其他蒙古将领会合。 由东南西北迂回包抄,震惊花拉子魔。 这一道原本应是天然屏障的死亡沙漠, 却成为成吉思汗长驱直入,歼灭花拉子魔的捷径。 花拉子魔这一战,至今令军事专家静静乐道。 成吉思汗如何挥大军横跃沙漠的过程,也是引人好奇的意义。 而丹宝的玄奘法师,没有铁马雄技的护卫,他只能举举前行。 一路慈悲为怀的,为葬身鸿沫的往生者祝福。 这些仙人遗骨,似乎也成为法师沉默的护卫, 在空极的沙海里,默默地为他指路。 走了将近三百公里, 玄奘法师终于离开了红沙漠, 到达丰饶的绿洲王国,萨摩建国。 萨摩建国,位于现今乌兹别克的萨马尔汉一带, 曾是古苏特人的家乡。 萨马尔汉,在图绝语的意思是, 附属之地。 它是苏特的中心, 西元前四世纪, 就以马拉坎达之名, 发展出傲人的古文明。 西元前329年, 马其顿帝国大帝亚历山大攻占了苏特。 当他进入萨马尔汉时, 忍不住赞叹, 除了比我想象来得更美丽外, 其余,我所听到, 有关萨马尔汉的传说, 都是真的。 我们对于苏特人的认识, 主要就是根据他的一些遗存, 比方说他的一些木制碑, 或者说是他经商到中国, 他要写书信回家, 他的一些手稿, 这些书信, 那还有在这个他的墓葬里面发现他的一些, 比方说是古墓啊, 还有这个他的石棺上面的彩绘, 浮雕, 文士等等。 那苏特人他对于人士, 思路文化是可以讲说是贡献良多的, 这怎么讲呢?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善于经商的民族, 所以说呢, 他把西边的这些货物运到东边来, 把东边的比方说丝绸, 或者说是磁细等等运到西方, 这已经代表了他做了一个文化的传承工作。 苏特人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叫昭吾九姓, 九姓湖, 他们的故乡在中亚阿姆河与席尔河之间, 有九个绿洲王国, 正产瓜果及葡萄酒著称, 分别是康、安、曹、石、 米、河、火巡、雾地、史国。 以康国为中心, 萨摩建国就在康国的领域里, 唐高宗在位时, 设置康居都护府, 臣服于大唐达六十年之久。 根据随书记载, 昭吾九姓是大幼之人, 住在齐连山北昭吾城, 因被匈奴击破, 越过葱岭来到苏特地区, 建立了九个城邦, 不忘本而以朝五为信。 据传, 诸多实性、 安性的子孙, 可能衍生于这里。 萨摩建国所在的萨玛尔汗, 在当时就是一座繁华的商城。 从萨玛尔汗到长安的思路, 苏特人商团的贸易往来, 已经纵横了几世纪, 扶原东达中国, 南到印度, 西底波斯, 拜占庭, 东北至蒙古。 中国大陆的学界上, 掀起了一波研究苏特文化, 探讨式的苏特文化的一个热潮。 苏特它的原始的根据地是在中亚, 它的都城叫萨玛尔甘, 那么它应该可能是游牧民族, 可是在中国史书上面所看到的大约在汉代到唐代, 它是持续地到中国来经商, 而且来传华, 它是西方文明跟东方文明交流的桥梁。 那在唐代称这个民族叫做朝无九姓, 那它汉部的地方, 据最近的这些学者们研究出来的, 那中亚的大城市, 像秋池国, 像燕齐国, 像高昌, 像楼兰, 从汉代以下的一直到唐代, 这些呢, 几乎都有苏特人的影子。 六到八世纪初, 是苏特地区经济与文化最发达的时期, 当时玄奘法师看到的撒姆建国就是一片繁荣的景象。 此时的苏特人深受萨珊王朝波斯文化的影响, 信奉俗称拜火教的仙教, 对佛僧不顺尊重。 因此, 国王对待玄奘法师的态度傲慢。 直到玄奘法师详细说明因果论之后, 国王心悦诚服, 态度大为转变, 不止接受斋戒, 还奉玄奘法师为上兵。 后来, 知悉跟随玄奘法师的两位法师, 被护卫寺庙的守卫以火虚感。 国王愤怒地要砍掉守卫的双手, 表示歉意。 幸好玄奘法师慈悲, 替守卫求情才得免。 也使得萨摩建国民众, 对玄奘法师更加幸福。 在思想上面, 他们基本上信奉仙教的拜佛教, 但是他们在佛教方面, 应该也是有赞助的, 因为我们在壁画师库里面, 所看到的供养人像, 有些学者认为他们就是苏特人, 但是因为苏特人的衣着, 基本上是比较偏向于游牧民族, 那当时候这个大西北地区, 或者说是中亚一带, 他们的地理位置就是北街欧亚草原, 所以说在这一区活动的民族, 应该有很多种民族, 其中包括不同种族的游牧民族, 因此苏特人的服饰呢, 他应该不是只有他自己独特的, 跟其他游牧民族应该有接近地方。 苏特人几乎所到之处, 都和当地知名通婚, 长期以后就融入当地文化, 也进而产生新的文化与信仰。 苏特人除了信奉仙教之外, 还吸收了西亚不同宗教的文化, 将当时盛行的波斯教和佛教融合在一起。 例如波斯教崇尚光明, 礼拜日神, 月神, 随着苏特人通商往返, 或定居通婚, 逐渐把日神和月神的信仰, 带到中亚与新疆。 位于新疆库车的古秋辞国佛教遗迹克兹尔石窟, 其中第38窟的天象图壁画, 就是这种信仰下的产物。 苏特人不仅是互通有无的商人, 也是传播宗教信仰的重要媒介。 在唐代, 苏特人他的职业不只是做买卖的商人, 而且苏特人善于舞蹈, 那个舞蹈旋律非常快速的, 那么中国的俗诗上讲说, 浮弦舞啊, 拓之舞啊, 这些浮舞流行在唐代的宫廷, 我们都推测, 这是苏特人的舞蹈带到中原来, 所以他把这个特殊的舞蹈文化带来。 另外苏特人他也把西方的工艺, 比如说制作银器, 制作精气, 这种精湛的工艺制作的技巧, 跟华丽的这个文饰, 他也把它带来。 所以有很多的, 我们说从波斯来的这个精银器, 那宫廷里面认为是真品, 都把它藏起来, 都把它增藏起来, 那么能够用到这种精银器, 认为是一个贵族象征。 苏特在伊朗语的瓷根是闪耀, 燃烧, 他们组成的商团, 间接成为各区文化的散播者。 唐诗中提到的胡人, 典型的代表就是苏特人。 长久的交流中, 不少苏特人汉化了, 甚至在朝为官, 安禄山就是其中之一。 据说, 安禄山的母亲是图绝人, 该嫁给来自苏特地区的安盐宴。 安禄山担任安息都护府节度使, 关辖苏特地区, 身为苏特人, 自然擅长跳胡旋舞。 新唐书《安禄山传》描述, 自嘲肥胖超过三百斤, 富大过西的安禄山, 竟能伸手矫健, 快速旋转。 坐胡旋舞地前, 乃及如风。 因而能跟同样擅长跳胡旋舞的杨贵妃媲美, 拨得皇帝欢心, 安禄山也获得许多赏赐。 其实除了舞蹈和音乐, 苏特人在文化艺术上也创造了丰富的内涵, 为历史学家所在。